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当有选择的意地吗 你根本就在逼我嘛 其实是这样 这是一种选择 但不是一种原则 听懂吗 它可以有原则 但最终是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对 你的选择 你接受你的选择 这点当然更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 有一种情况就不是了 你根本在企业上 你的选择不是选择 那些明镜与点栏目 那些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他很漂亮 当然你会说 佛教徒应该要支援回收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这个 看不起人家长得抱歉 不要假了 你讲的都假话 你自己起业障 你这么讲那种话 这种情况 那就不可同日而遇 这样懂意思吗 我说过 爱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跟你讲没价值 你相信吗 我跟你讲 一点价值都没有 合法吗 你觉得合理吗 我没办法用这种斩钉截铁 对任何人讲 但是呢 导过来说 如果你能在爱情当中修炼 当然那是你的成就 你的方 你的扇桥 这也我们也不能说他错 问题就在于 到底修炼什么 爱情真的有空间 继续让你修炼吗 它里头容不下一粒沙 那种疯狂 会让你 没办法致辞 如果这叫做爱情 那这个爱情就一定充满了危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爱情很大的意义上是 必须先自己知道自己真爱什么 才可以 自己真正要的爱的是什么 而不能够用比较的 也不能用报复的 也不能够用做给你看的 也不能够说应付爹娘的 这都不叫爱情 了解意思吗 这必须要自己知道 哪一种男人我要 哪一种女人我受得了 还再来 爱情 是西方人讲 东方 特别是 我们 古人 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儒家不儒家 就是古人他体会出一个道理 华人社会里讲的是夫妻恩爱 先有恩才有爱 不是讲爱情 爱情是很 有时候是很crazy 很疯狂的 有时候也是很业障 这些呢 他会觉得很OK 很疯狂的美 很疯狂的好 然后就爱到不行 那就是很我直的 但恩爱不同 先念恩 他与我有恩 什么叫与我有恩 我没什么成就 他愿意跟我在一起 或者说我长得也不怎么样 他不嫌弃我 就比如说这一类 你都要觉得 从自己的不足 看到他的跟你的好人 那你就要念恩 再来爱情本身 也会得到彼此间的愉悦 这种愉悦感 就要念恩 你要先念恩 你不能把那种爱情的愉悦感 当作是天上掉下来 自然有的 不是 所以如果你真要踏入爱情婚姻 那你真的要准备 佛门里头修苦行了 你懂意思吗 因为两个性格不一样的人 在一起 价值观念判断都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有一颗包容的心 跟感恩的念 这种准备才做得来 那至于说 他到底在台湾今天 有没有这个价值 台湾更难 因为台湾的社会价值 它是很多元 这多元当中对女生来讲 它尤其难 因为一方面社会要求女生独立 一方面就爱道经的角度来说 女生不可能独立 独立就不叫女生 最独立的女生也不可爱了 是这样子 那你说你这样的讲 会不会太大男人主义 我管你男人主义还是女人主义 你要的那个男人就是要这样子 这个时候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面对 这是第二 第三 一个很独立的女人 难道你就觉得她 真的很风光 很自在吗 不是的 就根据爱道经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她是一个阴一个阳 一个德一个失 一个进一个退 一个强一个弱 一个刚一个柔 她是一个互补 她根本不是说谁高谁低 所以女性的阴柔 恰恰是男子的阳刚的吸引所在 她才会互相吸引 是这样 那你就没有啊 那同性恋 同性恋是另外一种状态 当然我们刚刚讲是大部分的状态是这样 那这种状态 你必须知道说 这个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可是不一样啊 人生还有好多要面对的是 阴柔的要阳刚 阳刚的要阴柔 乃至于彼此之间的试探 以及我们面对的 不是只有夫妻单一姻缘 你爱的这个男人 过去是也曾经有过老婆 也曾经有个女儿 现在长得不错的 就在坐在她隔壁的办公的 那个职业妇女 搞不好就她过去的女儿 哇塞 这很头痛了 你是过去她的妈 结果旁边一个是过去她的女儿 然后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当然要讲道德的话是 应该你们就是夫妻 或你们就是男女朋友 应该以你为重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过去他们的关系到底有多深 很难讲 人都那么我直 一碰到了就 天雷沟地火 有时候她业障起来是听不住的 男的出轨 女的照样出轨 那这个就是佛法里头讲的道德 她是有失于道德 可是就佛法另外意义上来讲 她起业障 可是你能接受企业上这两个字吗 三个字吗 就像轻描代写过吗 不能 结果台湾一方面很洋化 要求女人很自由 二一方面 其实台湾的所谓男子为主的社会形态 基本还在 她的华人的所谓男性文化还在 那结果呢 结果她在冲撞 那这个冲撞 我们今天台湾这个社会 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 试着要去统筹这两者 把它综合成为 以人性为根本的爱情观 没有 你没有被建立 哇 那就难了 所以你问说在台湾的婚姻 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说过 你从学佛 如果你非得要走向婚姻之路 你就得要准备 放下你的我职 你真的要先学会 你的贪心 慢心 疑心 这几样你都要放下 好难喔 它是一种修炼 疑 怀疑彼此 慢 感觉他不爱我 爱我不够多 贪 你想要再更多 甚至于你要各种的贪 既有钱 又温柔又美丽 太多了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挡不住什么 爱情的薄弱感 你想想看 如果爱情当中 没有这些心情上的改变 你家爱情剩下什么 爱情就是那些外表的吸引 跟彼此之间一些看起来或者家庭的或者财务的承诺 比如说女方很有钱 男的觉得可以少奋斗个几年 听起来好四块 但是很实用 你听懂吗 四块 但是偷偷的男生看到了都觉得不错啊 我们不能嘲笑他 为什么 真的是耶 看起来真的是耶 立刻就赚 有什么不好 有个女人 又有那个 但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 这样之后 男主 男主的这种概念 到了那边去的时候 就主不来了 因为人家比较有钱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爱情它就不是这么单纯 你有那么多的 有的 我们讲贪心好不好 对不起 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计算好不好 对不起 爱情里头不会没有计算 这计算当中刚开始可以很清纯 越来就越现实 特别是已经是夫妻 财迷有缘降出茶的时候 甚至还会怀疑 我当时选他到底对还错 都会到这种程度 那已经是很 对你自己是很煎熬 对他更是煎熬 所以我请问你 你说爱情值不值得 那就要看你 面对这一类的事 你敢不敢永恍的说 我没问题 我能念恩 这样了解吗 就不容易 所以我的建议是 hold住 停住 交往久一点 问题越多一点 吵架吵多几次 如果没吵超过十次 不要结婚 十次还合得来 那差不多了 表示你们也分不开了 吵了十次都还合得来 都还合得来 那第二 表示你大概也能解决第十一次了 那这样就比较保险 这时候你可以重重学一点东西 我说过 十次是最低标准 师傅 你是为什么定则十次的 你有经验吗 不要问 告诉你 对了 每天吵两次 不到一七天就吵完了 是不是 我说那个大吵冷战 要大吵过 有冷战过 要到平临冰裂 这样的状况 我讲的是这种吵 那种小吵 今天要吃干面还是吃面 要吃汤面还是干面 这种吵这不算 你懂吗 要看哪一个电影 这不算 这个不算 这是严重性的吵 这样 我还是劝你 要吵过才知道 你才会知道 它的底牌在哪里 懂吗 不然你在起业障 你都不知道 听处处啊 我说过那位居士 恭贺啊 讲好的 我们要做 不生小孩的活化家庭 第一天就生了 第一天就生了 送法华经 对 他们说 他们说要在里头送法华经 我说你送买品 送成这个样子 会送成这个样子 就生下小孩 就是最后来讨债 所以他就这样哭 他往生了 这个人 他看到我第一眼就是哭 因为故人相见 我们都在燦宫那里 我们都在燦宫那里 都有革命感情 你知道燦宫很凶悍的 很严厉的 所以我们都会骂得怕怕 会互相鼓励 所以有很深的革命感情 你看像微音法师 他后来也是行脚的时候 也是一定来清凉室 为什么 因为最惨的是我 所以来找这个最惨的 都满疗愈的 你懂吗 是这样 我都会劝他们说还是回去 是这样子 你是老人家剔度的 还是要回去 所以他们都是有回去的 后来微音法师回去风秋 是这样 陈居士 这位居士姓陈 已经结婚了 他就不可能回去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鼓励他说 多学习佛法这样子 了解 OK 下一个 还有补充一个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我们刚刚主要想问的 就是说 有那种实际一约出去一夜情的那种 有那种就是 现在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 会有那种处男 处女 处男情结 处女情结 要怎么国教会 是不看这些事 是的 是的 对 像基督教也在1980年之后 80年代开始 由于基督教有个教派在美国 大力的推行婚前处女的概念 他认为那是宗教行为 那天主教特别是这样 天主教是婚姻神圣制 他有八个神圣 其中一个就是婚姻神圣 所以为什么天主教在反对 同性恋这件事情上 他色彩鲜明 因为那是他的宗教良知 那是他的宗教态度就是这样 我们要给予尊重 你事件法律怎么样 教宗也同意 那叫做 那叫明示结合 明示的结合 他不说那叫婚姻 婚姻这两个是在天主教里来 是神圣的 每一个天主教徒的婚姻 都是登记在范蒂冈的厕子里头的 是上帝清典的 所以他毫无离婚的可能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神圣的行为的 OK 好 那佛教怎么看待 佛教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婚外 说是犯五戒的 只有两个条件之下是可以的 第一个就是 你们已经决定要结婚 再来你们的父母什么的都OK 没有障碍 而你们自己觉得就是夫妻 这个时候婚前性行为 不会直接叫做犯 所谓的邪隐 因为邪隐的另外一个定义 另外一面的定义就是 非夫妻关系的性行为 你们明明就在结婚前 那不是就非夫妻了吗 他是这个概念 当然他可以不是正犯 乃至于正犯将来也可以再出家 或再怎么样 因为他是化教 他不是自教 今天刚刚才跟因素提到这事 他是化教 但是不意味的也可以乱来 这是第一 当然有人说 那如果之间情色不合 那叫婚姻不是很惨吗 所以我们那个可以试婚一下 是 有这种说法 连我曾经有个学生 他也 我都记得他 他是个比丘 他曾经 我们是要聊天的 他说现代人这样这样这样 其实试婚一下也不错 我说对 理想当中是这样的 但是呢 处女情结当他发生的时候 那就变成会有欺瞒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无法 你可以这样讲 你可以有一百个理由骂这个男的 说你怎么那么呆板 矮板 是什么时代的 你还在处女情结 可是他就是啊 婚姻是一种愿打愿哀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你爱的这个男人 他就是这么想法 不然你可以不甩他 你可以不爱他 你可以做这个烂男人 然后你就走骂 对不对 你可以骂他 你有一百个理由离开他 但是你只有一个理由离不开 因为你爱他 这时候你就得要接受 他这个要求 结果你不是 怎么办 我知道啦 你可以去做外科手术啦 但你做一个佛教徒 你还是觉得你这样骗他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 所以西方也是这样讲 他说 当你不确定 你的男生这一边 是什么想法的时候 你应该让你自己 有更多的选择 条件跟权利才对 当然也有人骂 骂 这个是男性主义的角度说法 是 我承认 不然就能怎样 婚姻本来就是一个条件交换的关系 我爱你的 其中一个条件是这个 不然我不爱你 不然呢 你也不能说他犯法呀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一百个理由骂他 古板 烂男人 无所谓 他就这样选择 所以这种关系并不是别人来定义的 好不好不是别人来定义 是你当到时候你面对婚姻的时候 你会不会面对这种人 我也不太喜欢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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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喜欢 我也觉得这种人怎么会这种想法 可是这种人真正想法是什么理由 他你知道吗 我遇过这种人 他知道他先生在外面有女人了 之后他就再也无法跟他先生刑访了 他哭得来问我该怎么办 这是什么业障 我说 然后你是怎么想法 他说他觉得很脏 他洁癖 他觉得很脏 就光看到他先生觉得脏 全程起鸡皮 起鸡皮疙瘩 你看看 你要不要笑这个女人太小心眼 那不是小心眼 那已经到生理反应了 你诸位了解吗 所以说 这种所谓处女情结 并不是道德问题 是一种选择问题 你没办法去谴责他不道德 你没办法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 那要不就再选人 那没有办法 还是你要去欺瞒他 这是第二 那当然第三 你说造成不是 不是处女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什么外伤 骑脚套在骑马 这个我们不谈了 我们就不谈这个了 我们谈说 你当时非处女的状态 另外一个男 你有的男生 他在写那个对话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他无法想象 他所深爱的女人 跟另外一个男人上床过 他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的人 他就这样讲 他就这样跟我讲 所以他问我在怎么办 他不是在问QA 他是已经面临这个选择了 他问我说 他想要跟他女朋友摊牌 我说摊什么牌 就这样 我说你没有转还余地吗 比如说你问清楚 他不是处女的理由是什么 要不要问一下 他说问了 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教徒 非佛教徒 他是另外一个教徒 是这样 那因为有缘 大家聊起来 反正他知道我这个人 不急不去 什么吃饭都可以谈的 什么都可以谈 他就来跟我谈这个事 因为似乎他比较能信任 他就谈了这个事 我听懂了 他说他无法想象 他无法接受 他每次跟他女朋友牵手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脏 你能说他不道德吗 他不是故意的 这样听懂吗 所以说这个答案上就很明显 再来带出去的一夜情 那真的就是犯戒了 因为你们摆明了嘛 就是娶性不娶情嘛 那所谓的五戒就是 必须在情 爱 婚姻 三者都结合 特别是婚姻事实成立 你那个性行为才是正义 那只能够容许开说 已经决定是婚姻 只差一个结婚还没进行 爸妈也都同意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真的情不自禁 那佛教还容许说不正犯 所以你想想看 佛教也是认为那是血隐的 这样知道了 请问在怀孕期间 能怎么样为母亲及胎 腹中的小宝宝带来利益呢 是的 发愿 我的在家 我在家世俗的大姐 第一胎 第一胎就胎位不正 吓了个半死 女孩子第一胎就胎位不正 吓死 他一直在问我 那时候我已经出家 我跟他讲 你就念观音菩萨 日夜的念 那你说你没办法念了 没关系 开了我那个念佛基 我有做一台念佛基 上面就是那个有观音菩萨圣号的 因为一般观音菩萨圣号就比较柔啦 比较 就是他是有千处其求千处应 你就这样听 那就胎教 我们一旦都知道 胎儿教育在西方研究 真的是存在 妈妈喝酒 胎儿会醉 妈妈洗 洗那种化学肥皂 27分钟之内 胎儿里头就会起冒泡了 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精疲毒 精疲渗透的毒 透过你的头皮 上面的毛血管 立刻就循环全身了 所以说呢 胎儿真的很清楚妈妈在干嘛 只是他忘记 他没办法讲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胎儿胎教应该怎样 诵经 听经 不必拜 诵经听经思维法义 心情愉悦 为众生 为别人着想 然后夫妻之间 太太固然是怀孕者 先生就要更加的体贴 你要知道 一定要记得我的话 如果痛 如果痛分十级的话 生胎儿差不多是十一级的痛 男人能够直撑的痛 顶多到第七级 第八级男人就晕倒了 可是女人可以撑到十一级 所以我们男子应该对 自己的太太 的生育 生育这些事情 充满敬意跟感恩 那这样子相互来的话 你的胎儿一定会在 爱 感恩 谅解 发菩提心 善念 以及佛光铸造之下 来到人间 这是很好的 这样了解吗 那不要去想着 我要让胎儿学英文 学什么 这些东西 应该先让他再充满爱跟光明 什么叫光明 为众生 这个时候妈妈要为众生 爸爸也要更为众生 怎么讲呢 哎呦 我能生小孩 那别人有不能生小孩的 我有能力养育小孩 别人可能没有能力 我要想象天下苦人多 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 的所谓胎教就是 将一份悲念之心 充满在夫妻彼此 将一份感恩之心 充满在夫妻彼此 这样了解吗 不要一天到晚期望 不要去想期望 了解吗 想散 不是想期望 一般人认为 胎教就是期望儿女怎样 我预先给他怎样 那全部是压力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 无论是读哪个大学的 你正在准备功课 你爹你娘来问你 准备得怎么样 你会不会抓狂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爸爸妈妈就拿了一个 好吃的东西摆在那 然后他轻柔地跟你讲 努力就好 不要太紧张 一句话赶快出去 你会觉得这位爹 这位爹这位娘很温柔 了解意思吗 大家都知道 我们被关心着 但是都不希望这个压力 胎儿就是一场什么 就是一场考试 他要出娘胎 本身就是一场考试 我们要给他的是 善 光明 慈悲 感恩 这种爱一直给他 了解吗 这才是最究竟的他一教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新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起见地藏法会 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 831 1673 03 831 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兴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起见 中原普渡即渝兰盆 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送渝兰盆经 报父母恩仲南报经 献食供养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失时 互生佛前大供 恭请占有法师主法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 831 1673 03 831 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敬请与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